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一分钟命理 喝酒 喝酒 为什么会是一种促进欢乐的这一种情况 我们都知道说 很多聚会的时候 酒他是不可或缺的 然而酒这种东西 其实他的作用是在可以忘桃花 而桃花我们都知道 就是你跟这一个人的一个相处 会比较好一点 但是各位要知道 虽然他也会忘桃花 没有错 但是我们都知道当酒喝多了 他会让你失控 所以各位你要知道 在风水上 酒他是桃花物 但是适度就好了 不要喝到醉茫茫的 这样子一来 在喝酒前你是彬彬有礼的君子 喝完酒以后 什么都不认得猛男差距会特别大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有空帮老师点个赞 我们下次再会拜拜